投市方面,美匯指數大幅上漲和人民幣匯率回落都是利淡港股 預期港股今天將會受壓,不過中國政府在今年較早的時間已經將貨幣政策調向正常化 預期美匯轉強對中港的金融市場影響可控 港股中上星期五錄得淨留入12億元,其中若名吉利和比亞迪錄得明顯淨買入 而小米和騰訊都繼續錄得淨沽出,而匯控出售法國業務將會錄得虧損30億美元 而加上美國國際收益率長期下跌,對港股來說,對銀行股來說都會構成一個獲利回圖的壓力 匯控會下市100天線大概在45.9的支持力度 而中電信728宣布21年的派息率將會由目前的40%至45%上調去到60% 相信會對股價有明顯的支持 而今天的個股推介會說回偷博6110 偷博全年業績是好過市場預期 年內是透過加快關閉一些低效率和虧損的店舖 控制銷售及行政開支提升了經營利益率 再加上新疆棉的事件對於銷售的負面影響已消化 10月份的銷售重返正數增長 5月份的首個禮價表現更加去到2019年同期的水平 預期偷博將會繼續受惠於國際體育品牌在中國的拓展步伐 估值上來講,二二財年的預測市盈率是大概19倍 較其他中國本土的體育品牌估值是有比較大的折樣 而其核心的客戶將會在6月25日公佈業績 有望成為偷博短線的股價趨發劑 目標價是14.5,指示價是11.5,謝謝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盤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 隸屬海基證券集團有關牌照詳情,請參與以下連結 其及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 互分發學人的財務權益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 指供參考及內部使用,有關資料是根據 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,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邀約或邀約招來或懇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 該不負責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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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一下